哈喽,今天我们来制作勇敢坚强的小波及 向直脚尺画出四个等分线 距离分别是3,2,2,4.5和1厘米 我们先在4.5厘米的区域找到波及脑袋的位置 脑袋戴上皇冠 下边2厘米分别是身体和短裤 继续找腿和脚丫和小波及五官的大概位置 OK,我们得到了正式图 然后先把第一视角锯切出来 画出皇冠的准确位置 利用直刀进行雕刻 画出波及的测试图 还是利用直刀继续雕刻 并且找到测试图的准确位置 补画身体上的辅足线 并雕刻出手臂的准确位置 脚丫是略微外八的花生形状 画出倒脚线 把方角雕刻成圆角 继续我们找到耳朵的位置 把小腿雕刻圆滑 把头部修整一遍 继续补画参考线 并利用微子刀分出层次 包括头发和脸部的层次 刻好之后我们需要过渡一下 这样肚皮看起来更加圆润 脑袋和头发也是同样的道理 补刻一下短裤上的细节 增加一下短裤的质感 利用微子刀刻画一下小手 并用小毯刀绣一下细节 耳朵用到U型刀刻画 并且小心翼翼防止木料刻端 继续刻画一下脚丫 并且慢慢修除脚趾 短裤我们做一下折痕 利用砂纸把脸部打磨光滑 这样一来我们就雕刻完成了 看一下它的三个视角 然后我们开始涂颜色 用到的是土黄 先把脸部和身体涂一遍 权料可以加水吸水一下 方便均匀涂抹 底色打好之后我们进行体量 短裤也是先压深色 然后不断的去体量 头发的颜色是熟和 黄罐我们用到了蛋黄 不画五罐参考线 用米黄色画出眼白 记号笔勾出轮廓线 不画瞳孔参考线 记号笔填上颜色之后 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国王波吉 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测试图 包括它的后视图 和它的正视图 如果我们喜欢可以试一下